我们的健康险当中 如果你住院或者是你医疗 都有给付啊 就算我今天打了疫苗 我出事 我去住院也会有给付啊 这个补强啦 补强啦 补你之前买的不够的部分 但是我告诉各位啊 大家没有买到 其实也不要太恐慌了 我再强调排队的风险 欢迎收看 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韵芬 最近市场上面 因为疫苗的事情 觉得很恐慌 有很多人想说 啊我没有买到疫苗的保单 该怎么办 那么之前还有防疫保单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你一定要买吗 没买到会很难过吗 今天请到专家 好好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平民保险王刘凤和 凤和好 大家好 我是刘凤和 好 好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大家很恐慌了 因为防疫保单一下说要停卖了 大家一听到停卖就很紧张了 一下又说 金管会说不准停卖了 我们先不管 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是之前的防疫保单 后来又推出疫苗保单 我们先讲最早期的 好 这个叫做 500元之乱的那个 500元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对 那个叫防疫 为什么 他不用打疫苗 只要被隔离了 就赔10万 然后防疫 很简单喔 500块隔离10万 很简单 对那时候他保单好像卖超过350万件 对大概17亿吧 然后理赔379件 现在好像应该是往上增加了 你有买耶 你还没有赚到耶 什么赚呢 好这业务员真是 以前我有时候在 有时候批评一下业务员 但是这个时候啊 业务员在卖这个啊 真的是有一半以上是佛心啊 一张把单赚50块 他还邮寄挂号给客户 30块没了 对对不对 他还要出去外面跑啊 刮风日晒雨淋啊 其实这个时候业务员 展现了这个他的佛心 他的真的善良纯真的一面 但是他们也讲了 就说虽然我没赚钱 但是我也有很多客户的名单了 然后最近在防疫 期间说实在的 他们也趴趴走在这儿跑业务 也是辛苦啊 对也辛苦 有几个业务员好像就 也中了嘛 就中了 而且让客户也中了 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客户也中自己也中 其实甚至于客户去排队 有没有去排队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风险的一个缺口 对对对 所以防疫保单就是之前的 500元之乱嘛 那个台产 后来也有很多人都在推啊 都没有像台产的那么样的一个低保费高保障 就是不是10万了 可能就少一点 可能要2万3万 那差很多啊 那什么叫疫苗保单呢 疫苗保单就是要打了疫苗之后 万一产生我身体的这个不适 住院或者是家户病房 甚至于往生的 甚至于往生的 这个疫苗保单就可以理赔 然后我这边有一张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市面上大概有两家公司 这两个保单不错 一年200多块钱 全家买 四个人不到1000块 那内容大概 疫苗保单就是要住院 家户病房或者是申雇 就简单 那我这个是怎样 要先打疫苗再投保吗 那这个疫苗保单 大概就是目前大概这两家公司 这个还没有停卖 因为既然目前打疫苗的人 不多 那我是建议大家先买这个保单 因为买了这个保单以后 你再去打疫苗产生的住院 家户病房或者生户才可以理赔 一年200多块 因为他保费便宜 是因为他单一事件啊 针对疫苗嘛 对 针对疫苗嘛 那特别强调一下 有一家公司他是针对 单独的针对新冠疫苗 那有另外一家公司是 所有的疫苗通通都可以 条件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表哥 就是住院就有理赔 对不对 对 一家是住院3000块 最多14天就4万2 如果的话 如果加户病房的话 再加3万 如果爽生的话30万 他们简称叫做333专案 这样好记吗 333专案 另外一家是一到四天住院的话 共5000块 差不多5天的话才另外再加 然后他这个没有申雇 但他有10支10付 他有一个10支10付20万 那10支10付20万 那20万是上限吗 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 如果是真的得到这些状况的话 大部分的人 然后就是健保都会给付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参考一下 对啊 健保其实会给付 或者你的健康险也会给付 那这家公司是只有针对新冠疫苗 这家公司是全部 那各有利弊啦 各有利弊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下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 真的要批评一下保险公司 怎么说呢 因为像台产的这个状况 两天之内宣布停卖 造成大家的狂买 后面的保险公司是不是也会 好像嗅到一点点这个商机啊 前几天还在开记者会 说我们公司有在卖防疫保单 那个多好多好多好 CP值多高 好然后再隔三天以后 说要停卖 你停卖也不足够 今天马上停卖 他要给人家来个三天的缓冲期 这是不是很像Hot Sale一样 我即将截止了 我即将截止了 三天以后才停卖 我就觉得这个保险公司 是不是想要模仿一下台产 在短时间之内造成一个饥饿行销 让人家狂买 我觉得对保险公司 有一点点好像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讲得真好 让人家感觉到好像有点 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啊 可是凤凰你自己是平民保险王 说实在我们的健康险当中 如果你住院或者是你医疗 都会有给付啊 就算我今天打了疫苗 我出事 我去住院也会有给付啊 你干嘛要特别强调这个呢 因为这个 你一般买的医疗保险 可能有两三千块钱 那这个是单一事物 不就像你讲的 单纯的针对这个新冠病毒 200多块钱 很便宜的 那当然了这个补墙啦 补墙啦 补你之前买的不够的部分 但是我告诉各位哦 大家没有买到 其实也不要太恐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强调 买保险是要买一个 我无法承担的风险嘛 对对 好就算之前台产 那个防疫保单10万块好了 救赎那个最好的哦 就算你没有买到 真的被隔离也是 顶多就是10万块 那很多人去排队的风险 我一直在强调 排队的风险 业务员很多在外面 爬爬罩的 有没有 然后到你家去 然后他其实本身带着病毒 他也不知道 又传染给大家了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风险的考量 没有买到也不要太心慌慌啦 但是如果有买的话 你真的是把他这个两百多块钱 当作是一个点光明灯啦 最近网会一再强调 希望他们在卖的这个保险公司 尽量要去做债保 这会突然停卖的原因是什么 他会讲一个名词 为纳量不够 简单讲就是觉得说 他好像觉得说 国安局赔太多了啦 风险太大承担不起 承担不起你当时考虑 你为什么要出这个保单呢 所以说现在最近网会一再强调说 希望保险业者 那这边有一家公司 他是有债保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 他可能也比较不会说 今天早上宣布三天以后停卖 又来了 那大部分的是冬年有债保 可能都会早上宣布下午停卖 早上大家好恐慌 我很多的保护很恐慌你知道 下午就老行宅宅啊 因为我有健康险啦 就不用去吃这个热闹啦 对对对 不买也不要太担心啦 因为他的理赔金额 并不是很高啦 买了的话真的是把他当作 是一个点光明灯啦 深固三十万就觉得你赚三十万了 可是你要看前面两个字 深固啊 或者是说你十支十付 二十万的上限 其实就算你有健保 那我们健保其实有些是有给付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接下还有点时间 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防疫险 防疫险就是之前台产的延伸 那台产之前 譬如说我们准备找两家 CP值是稍微高一点啦 算了就稍微 但是再高也没比台产的高 你看他大概理赔就是隔离 染疫住院 有差耶之前十万 现在大概两三万左右 你看保险费大概要一千多块钱 有没有一次人五百十万 有没有 那现在是两万一千五 对 有没有差很多 是不是因为这阵子 疫情比较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这个保费就会贵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 目前都没有一个经验值 到底是个危险值 这些保险公司 他也没有办法精算出来 就可能就是之前的提卖 把这个理赔掉低一点 把保费拉高 不过拉高要有理由啦 他加了一些住院 之前是没有住院 所以反而隔离的话 有个拿三万有的拿两万 然后如果有染疫的话 野黑区再拿三万 但是这个中心 我先跟各位讲 今天我讲 搞不好下午就停卖了 搞不好下午 就是这种防疫保险 有立法委员就跟金管会 又在质询说 你为什么要停卖 告成民众的恐慌继续卖 后来保险公司又说 我继续卖 所以那现在住院 这个给付是两千 还有这个三千到两千 保费大概差一点 每家公司不太一样 这是每天吗 还是总额 每天每天 但是就说这个四十几天的理赔 也不会无限上 一般大概也住不了四十几天 大概也住不了 这个目前是所谓市面上的防疫保单 随时可能会停卖 随时可能会停卖 那这个就是防疫 跟疫苗保险它这个差别 这个要隔离 染疫 住院 那刚刚讲的这个很简单 住院 加护病房 生库 大概和理赔内容 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大家会说 到底卖哪一家好 差不多啦 如果说你的口袋稍微够深一点的话 我觉得两家都买不到500块 我们也不得罪任何一家公司 两家都买各有各的优缺点 对不对 不到500块 这个200块 那你都是提名保险王 就碰大家省闲的人 大家不要惶恐 我买不到 我去找业务员 我说不要担心 网路投保 好 像他们都已经开放了网路投保了 因为尽管会鉴于有很多的状况 就是业务员带着病毒嘛 对不对 或者是排队风险 所以他们特别可以开放网路投保 这个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提醒大家 不要去医院说赶快去做筛检 不要去做排队的动作 也不要因为抢了保单 然后可能会染上疫情的一个风险 排队真的是大风险 排队是蛮危险的 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当然如果你有健康险 台湾有健康险的比例真的很高 几乎每个都有 对 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 那如果你要像刘凤和一样 就是说再多一点钱 多一点保障 你也可以做这个疫苗险 或者是防疫险的一个考量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平民保险王 刘凤和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凤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